今年和北京人一起跨年的还有这个雾霾 这雾霾开始说呢是持续到1号 30号开始持续到1号 后来说呢持续到4号 昨天晚上又说呢要持续到8号 也就是连续10天的雾霾 北京市的前市长说呀 2017年如果治理不好雾霾 提头来见 现在呢他已经不是市长了 但是雾霾还在 当然他这个话呢是一种开玩笑 但是玩笑并不能解除我们心中这个雾霾 大家都忧心忡忡 那要治理雾霾 你首先就要搞清楚雾霾是从哪来的 媒体就喜欢说机动车尾气排放 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你看北京有的时候不现行 扩散条件也一般 但是天很蓝呢 还有的时候呢是炒菜的油烟 这个都是起哄了 北京的雾霾它不是本地造 它是周边造的 因为北京自己的污染的企业呢 产生雾霾的企业呢 早就都关了 它现在冬天取暖呢 都是天然气 但是周边呢还得有这种生产 那你要说是北京雾霾 北京造呢 当然是一种政治正确 但是这个无止于解决问题 那么有的记者啊 几年之前呢 就驱车六十多公里 到北京的东南边 一个钢铁大事 就拍下了触目惊心的那个雾霾画面 前几天呢 还有一个记者跑到这个西南 北京西南去 二百公里吧 也拍下了一些雾霾的画面 北京冬天呢 并不是只是刮北风 它也刮南风 甭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南风 都会把雾霾呢 输送过来 就像你邻居 你他冒烟 就是抱不起 就会跑到你家来一样 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是恨这个生产者呢 表面上看 真的是生产者在制造雾霾 比如说特别是钢厂啊 电厂 但是 他们为什么生产呢 因为他能卖出去 因为他能赚钱 这些年我们看到说 我们生活在好转 过去你看我们家里没什么东西 现在你看客厅里堆满了东西 浴室里厨房里都堆满了东西 都是一些新鲜玩意儿 你这个物质非常的充裕 哪来的 生产来的 消费者就喜欢物美加连的东西 比如说像淘宝就是这样了 网购 风靡全天下 就是因为物美加油帘 如果加不连 那消费者就不喜欢了 可是其实生产者可以不生产物美啊 比如说很多特别大型的企业 其实它的物美是很少的 如果你让这些个小工厂 小所谓让他们停止生产物美怎么办呢 那你消费者那你可以多花钱呢 那么他就可以购买环保设备啊 就可以减轻雾霾的排放 但是消费者不喜欢 所以说与其说是生产者排放雾霾 不如是消费者的鼓励 是消费者的需求刺激了生产者 而消费者又不愿意为全部的成本 包括雾霾的成本买单 因此消费者才是雾霾 真正的元凶 认识这一点非常的重票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份 大家不要去制作别人 你每个人都有份 你要是喜欢雾霾渐连的产品 那这些产品都是中国知道的 而且中国还知道了全世界需要的产品 那我们就不能太多的抱怨 那怎么解决呢 有好几类办法 第一类就是生产者的办法 就是让它关停 可是这个东西它有不公平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你一窝端的所有的一个标准 一起让关停 这恐怕就是问题 就像有些地方炒菜饭馆都关不张了 这就很大的问题 还有呢 那么我关张的企业承担成本了 可是治理雾霾的收益呢 不是我得到的 或是主要不是我得到的 主要是发达地区得到的 也就是说治理雾霾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 你的受益者和付出代价的人呢 它是分离的 这就是从生产者角度 治理雾霾的技术上的最难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办法我就讲 可以交换 也就是说你发达地区 你不是更在意雾霾吗 那你可以拿钱去向这个生产雾霾的地区 你去买它的不污染 只要钱给的足够 我就可以不生产了 因为我生产的目的不是排放雾霾 而是赚钱 你给的钱足够 那我可能我就不排了 是不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消费者的角度 消费者他自愿的 我们愿意购买价格更高的产品 你把这个治理雾霾的成本加进去 价格高了 我也愿意购买 或是说我就减少消费 我就不要这么多东西了 那他生产就会减少 雾霾排放就会减少 那么剩下的办法是什么呢 那就说等风来 只要北风足够大 或是北风大于南风 雾霾就没有 这就看老天爷是不是帮忙了 那么最后就是等待 就是说等到周边 他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产业升级成功了 那么他把这个落后的污染的产业 转移到比如说其他的国家去了 这时候那就没有雾霾了 恐怕得需要三十年 那么如果你所有的办法都不想试 就一味的想关停并转 于情于理恐怕都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说对中国雾霾的消除 无论大家也有足够的耐心 谢谢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功夫财经 这里是财经江湖 这里有真功夫